太震撼了 这里为什么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平楼 说到四川宜宾 最有名气的是五粮叶 是宜宾扬面 但我更好奇的是 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层的宜宾 从宜宾开始 长江至此是长江 我在宜宾行走数天 从宜宾市的名片五粮叶园区 到抗战的文化大后方李庄古镇 从万里长江第一港宜宾港 到文人烧客附施的河江门码头 从美食到美酒 从白天到黑夜 本集影片我尝试去回答 什么是宜宾 今晚在宜宾住的房间 哎呀 说到四川宜宾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 宜宾扬面和五粮叶 经过多方打听 我打听到一家 被本地人称为最正宗的宜宾扬面的一个面馆 但是呢 我们先在宜宾县城先逛一逛 待会儿呢再去吃 我是坐公车来到这里的 在公车上呢 我就看到这路灯哈 路灯上都写了四个字 中国九都 然后呢我下了公车以后呢 扑面而来的那个非常浓烈的酒香气哈 不夸张真的 空气从到处都是那个酒香的味道 不愧是这个中国九都 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以企业的logo建设而成的一个大门哈 叫东大门 这个是五粮叶的大门 五粮叶 来到宜宾呢 我之前会想到底是五粮叶成就了宜宾这座城市 还是宜宾成就了五粮叶 可能他们都是分不清你我了 因为呢很少有一个城市哈 它的一个企业的产区成为它一个4A级的一个景点 这个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屈指可数的 像我眼前的呢就是全国4A级的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景区哈 被国家评为工业旅游示范点 哇 走得越近感觉这个门特别的浩瀚巨大 眼看不觉得近看的话真的觉得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 中国有八大名酒 其中四川几乎就占了半壁江山 除了四川宜宾的五粮叶 还有四川芦州市的芦州老轿 以及四川绵羊的建南村 大多是酱香型白酒 而且我去收了一下白酒的上市企业中 排名前十的四川就占了四个 除了五粮叶 芦州老轿 还有四川色红市的舍德酒叶 四川成都市的隋景坊 为什么四川盛长酒 咱们待会再聊 大国龙乡 和美五粮 中国酒王 这个人你看多小 像一只小蚂一样 但是这个大门的话就特别巨大 景区到处都是以酒为主题的一些设计 雕塑 文字 一些元素 路边站了几个小人 五粮叶景区旅游产品定制中心 文创产品中心 他还给出了一个旅游路线图 先是东大门景区 九文化博览馆景区 奋进塔景区 安乐泉景区 这辆公车叫513车间 五粮叶集团 在五粮叶的一个大门进来呢 就能看到一个五粮叶厂区直营店 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店铺的一个设计啊 在五粮叶这个地方行走啊 就感觉很奇妙 或者说它的一个工厂厂区啊 但是呢 它又是个旅游景点 所以呢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个企业 融入到了整个城市的血脉之中啊 历代的一个 五粮叶的酒瓶 我搜了一下 五粮叶在2023年的营业数据 在四川省酿酒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 2023年工作总结会上 它公布了一项数据 2023年 五粮叶集团公司销售收入为 1770.98亿元 利润总额425.79亿元 利税664.46亿元 那么利税减据它的利润总额 就得到它的纳税支出 为230多亿元 似乎不用特别去算 都能想到 五粮叶对于移宾经济发展的作用 它除了税收方面 还体现在它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 上着热气的这个事 我跟这里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像这里面呢 有五种粮食的 就是五粮叶的 那五种粮食 它已经是经过溜招以后 就废弃了 然后等于说 那个白酒已经酿出来了 然后这些就是它的一个长渣吧 然后呢 会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收购走 然后呢 做其他的一个用途啊 比如说像做肥料啊 这种的 中国有句老话 粮是酒之肉 粮食在白酒酿造中 取得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白酒 酿造的历史优酒 高粮 大米 玉米 小麦 大麦 等富含 淀粉和糖分的粮食物质 都曾被用来酿造白酒 然而不同的粮食成分 其酿造出来的白酒风味呢 也各不相同 市场上的名优酒 基本上都是以高粮为原料的 茅台 五粮液 风酒 洋和 无一不是以高粮为主要原料 我走了挺远的 就是为了找这个五粮液的瓶子 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创造吉尼斯事业记录的一个 我说这么大吗 然后我一抬头吓我一跳 这个才是呢 我以为这个广场 叫蓬城广场吧 会是一个稀稀洋洋的游客打卡的一个景点 但这里还挺冷清的 现在最大的坪楼 看看 这个坪楼正对着对面几座大山 在中间呢 有很多这个库房厂房 不同于东大门那边哈 就一切的设施看上去长新的 然后呢 非常的现代化的 我走在这个非常大的 大概有18平方公里的一个五粮液的厂区呢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上世纪的那种老旧的厂房的氛围 不是说它老旧 我是说它这里的话 可能有一些这种历史的积淀了 毕竟它是上世纪挺重要的一个工业的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它这里有五味金花 都是一石不挂的 它这个创意是挺好 这有一个五粮叶品酒室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一股浓香扑面而来 品酒室呢,它里面是增值服务 因为景区是免费的工作人员说呢 品酒室付费品酒 十毫升的一个原浆酒 一百五十万钱 这里写着 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最大的食物广告 五粮叶酒瓶 这个酒瓶四十六点四米 外径二十六点二十米 平坚高七点七五米 上底外径七点二十米 五一三车间 很多这个蓝领工人在忙碌 我感觉到这个五粮叶酒厂 养活了很多的老百姓吧 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感 为我在工厂里走的话 看到的都是一些 这个农民模样的一些工人吧 实际上最大的坪楼 站在几十米开外 都能看到上面写着的 China's Liquor 跟一位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他们这个粮食到入教池 然后呢 到这个珍珠 到最终成成品酒 大概要三个月时间 除了粮食 水也是酿酒重要的原料之一 这大概也是四川盛产白酒的原因吧 过去的一年 我到过四川不少的城市 江河之多 有的仅仅一座城市 就有三条江河经过 比如四川乐山市 乐山大佛俯瞰着 闽江大渡河清一江 无人机飞起来后 能看到五粮叶园区 挨着从成都流淌下来的闽江 大多数有名的白酒品牌 都是以水而建的 著名的中国酿酒 黄金三角 长江 闽江 赤水河流域 就分布着茅台 五粮叶 芦州老轿 郎酒 等众多名酒 这么一份荤芽面 十块钱 还有这个花生碎 幼末 芝麻碎 咸菜 葱花 搅拌一下 味道很不错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我感觉我能吃三碗 基本上就三个筷子了 一个筷子 这是叶尔巴 三块钱一个 里面包的幼丸子 就是阿姨们刚才裹的那个 里面它的那个幼丸子是用芽菜 这个以兵本地的一种蔬菜 还有这个猪肉碎油盒什么 里面还有一点汤汁 我刚吃这两个东西 我就觉得这一斤 好吃的肯定很多吧 太好了这味道 我刚吃了两样东西 就觉得太好吃了 不敢吃太多 因为我要留着这个胃 吃点别的 说到宜宾 人们的第一印象呢 这位是宜宾扬面 五粮叶 但是真正吸引我在宜宾停下来晚几天的原因是 它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中国浩瀚的版图中 在这个万里的山川湖泊中 宜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在宜宾的很多公交车的车身广告上呢 你能经常看到一句话叫 万里长江第一层 说的就是宜宾这座城市 灌阴古街 山江迎宾会客灌阴 宜宾之水叫万里长江第一层 是因为长江从此是长江 在宜宾之前呢 长江的名字可以是敏江 金沙江 或者长江之流 从宜宾之后呢 它才正式叫长江 我现在要走到前面 在前面那个广场上呢 就能看到敏江跟金沙江 会流成长江 从此长江就一泻千里的向东流了 这一个楼呢 它面朝闽江跟金沙江会流的地方 长江起点 长江守城宜宾 下去看一下 这个广场设计的挺有韵味的哈 它是两条路合起来 然后呢 它叫和江门广场 象征着这里处于金沙江 饼江汇流的地方 这四条路合起来 是真正的 是那一条路合起来 切成的地方 这个证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上面呢也是模拟两条江水和二维一维长江的一个图案 正前方呢是闽江 而金沙江、荣江大桥下的是金沙江 他们汇流于此就形成了长江 所以称为长江从此是长江 移兵某种意义上赋予了长江这个名字 在这一幅图案中呢 最上面的呢写着移兵两个字 然后呢移兵以后长江一路汇流下来 经过宜昌、荆州、九江、安庆、帝州、同仁、福州、郑江、无锡、苏州 最终呢从上海会晤海洋 无缘机飞起来以后看到的一幕还挺不可思议的 从这个闽江的这条河流呢相对浑浊一点 而金沙江这一条就显得非常碧绿 然后呢他们就交汇在一起 让我想到一句话叫海纳百川 长江就是这么一个河流 下面好多这个是鲤鱼吗?好大一只呢 鲤鱼 九都集市 看看九都集市都有些什么特色的美食 哦满季李庄白柚 李庄白柚是羊面之外移兵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美食 我先要去移兵吃它另一个特色美食李庄白柚 但是呢我想要去让它的发源力去吃 所以我现在要做公交称大概有十八公里一个半小时的一份的时间 然后去到它那边然后呢找一下地道的一个小店去尝一下 并住就只要去移兵 それは四个小店里的小店 从四个小店里的小店里的小店里的小店里连击 这并住小店里的小店里的小店里连击 在坐公交车来 礼庄镇的路上呢 能看到 宜宾市是万里长江第一城 宜宾港是万里长江第一港 礼庄古镇是万里长江第一镇 我觉得现在它或许不属于这个镇了 因为它从1983年开始呢 就化归为宜宾市淬屏居广辖了 这画面倒是有一些小镇的感觉 这一路全是一些打麻将打牌的一些 这一份多少钱 三十包 这个有到的四十包 好 这些古镇还挺有古镇的味道的 不像那些千篇一律的古镇 它这些建筑呢 听说很多是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一个格局 明清时期古建筑的一个格局 也没什么游客 主要是本地居民为主 因为现在是冬天嘛 也天气不好 这挺有烟火气的 烟腊肠 看这样正玩 这样是纪念碑 好薄啊 这里是张家市 也是原国立中央博物院礼庄旧址 中国礼庄抗战文护城列馆 中国文化的折射点 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在礼庄镇 有16个字 非常的广为人知 同大千窗 礼庄欢迎 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这是1939年 礼庄镇上的一些书生们 写给当时在昆明的同济大学的 据电文发出以后呢 这个不到3000人口的川南小镇 很快迎来了 他见证以来 最大一批客人 包括国立同济大学 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 陆续内签到宜兵礼庄 如礼济 傅思年 梁思成 林徽英等 庄家学者 均在此地生活了长达六年之久 礼庄成为了抗战时经 与重庆 成都 昆明 齐名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在当年 不少的礼庄人搬到周边的乡村 把房子让出来给学生免费住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礼庄人呢 支持这批专家 学者 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自学条件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 这部著作 就是在这里写旧的 四川礼庄同济大学爱国荣校教育城 这是文武迁徙的一个路线图 从北京出发 一路到郑州 郑州以后 一路向上海南京 一路向西安 最终来到宜兵 大概有四片吧 38块钱 还是挺鲜嫩的 吃的话可能 这个胀料很关键 这个白柚吃的 就是一种鲜嫩 特别是它肥的部分 非常薄 现在每片的 肥瘦的 这个占比是不一样的 像这一片的话 那瘦的面积多一点 然后肥的部分就少一点 尝过礼庄白柚了 我感觉它更多的 吃的是蘸料的一个味道 这也有一个庙宇 在礼庄这边呢 除了白柚 比较多件以外呢 一个这个白膏 也是到处都是的 我准备买一个尝一尝 零级白膏 满大街都是各种白膏的 一块五两块钱一个 有点像蛋糕 或者像棉花糖的感觉 有点像我老家 过年的时候 就是用模子 做了那个过年的饼 不愧是王师聪 小巷取信通优 匠心手作糖水铺 石板鹿 明清建筑保留的 很相对完整 我刚想说 我还挺欣慰一点 就是在这个古镇 没看到那些拍写真的 在一个转角 这里就发现 没有一个古镇 能逃过摄影写真 请问一下这个叫什么呢 它叫菊笔 金银剔透的菊饼 李庄老酒厂 哇 一股酒香的味道 扑面而来 这些是发酵池 奥秘就是这些 我不太懂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职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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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去过国内不少的一些仿造的古镇不一样 李庄古镇呢 你能明显从这种石头也好 木头也好 感受到它这里曾经有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印记 有古老的这种历史底蕴 周四老白杆 前不久我在广西晋西县的一个壮族村寨 发现那里不少的村民呢 喜欢在自家的库房里 用陶罐、酿造、爆谷酒、大米酒来喝 我当时又感觉中华民族酿酒的历史 应该是挺久了 这项技术连最普通的老百姓就能掌握 也让我对酿酒的基本原理感兴趣了起来 这次在五粮夜的车间 我就多看多学 大概了解了酿酒的基本的过程 粗略的来说就分为七个工序 第一是选料 这个好理解指的是选用什么样的粮食 常见的有大米、高粱、小麦、大麦等 第二个环节就是制取 穀物酿成白酒 主要是通过用发霉的穀物制成酒取 用酒取中所含的霉制剂 将穀物原料糖化发酵成酒 酒取是影响白酒风味和口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三个环节是发酵 发酵过程实际上是将上一个阶段生成的糖 发酵转化为酒精的过程 第四个环节是蒸馏 发酵后糖分转化为酒精 但其实这一阶段产生的酒精度数很低 因此为了提高酒精含量 一般还要进行蒸馏提存 第五个环节是成量 蒸馏过后的酒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成化 也叫老熟 使其风味更加的好 第六个环节是勾兑 经过成量后的酒还是圆酒 其酒精度数还是很高 一般在75度到85度之间 这个时候就需要勾调师来进行专业的勾调 所谓勾调是将不同年份轮次风味特点的基酒 进行组合和调味 从好平衡酒体 去除杂质 降低度数 把圆酒和鸡酒调成能够直接喝的酒 第七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灌装 同济工学院就职 网易小三许,等你招肤 中文俊 中文修 想要趁热 历史痕迹了,这边就感觉很掌心 就很漂亮很精致 但是似乎少了一点时间的一个沉淀 有没有江南水巷的感觉 一个长江边上修建的一个古镇 前面是宜宾港 所以李庄也是因航运而起的一座小镇 他曾经是作为湖广移民四川的一个移民朝中 他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移民口岸 承接了很多湖广的人口 万里长江第一港宜宾港 很多集装箱 所以宜宾市也好,李庄也好 他都是作为长江主航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码头 而形成的城市也好,乡镇也好 万里长江水,春生可养溢 像我身后呢,就是四川的第二大港口,宜宾港 四川第一大港口是卢州港 而宜宾港呢,是长江六大交通枢流港之一 他对于这个长江航运的一个作用非常大 他的一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呢,能有数十万个 没想到这里呢,是一个关港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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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圣了水 从观感台往下走的风光 还挺美的 滚滚长江东市水 对面就是长江大桥 那个是叫什么长江大桥 我忘了 我身后呢 就是宜宾市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 大光楼 因为它的形状形式天安门 所以有人称它为小的天安门 现在到了夜晚了 我打算一边逛逛 一边的夜市 一边找点特色的好吃的 像这样的煎豆腐 我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但是宜宾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吃法 就是在上面撒一些折耳根 这个凉山汉堡 对 那位老板娘告诉我 云贵山的人很喜欢吃折耳根 在他们眼中 折耳根就是各种小吃的一个灵魂 在大光楼的右边有一条美食街 我早上逛一逛这个美食街 贵州糯米饭 多少钱一份呀 这块钱一份 我快没得了 走啊 看挺多人在这排队的 大一个 这个是什么酱 辣椒酱 甜面酱 这个是什么酱 辣椒酱 在这里是什么酱 辣椒酱 如果将酱 辣椒酱 辣椒酱 这还在酱 刚才看还没吃 那这个毕竟 我们都不吃 那这个毕竟里都买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二个人都不吃 大姐看我哪个相机 帮我拍一下 你介绍一下 食羊圆 好吃 五七十年了 六七十年了 小吃 冰小吃 食羊圆 五六十年了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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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快过年了 到处都是将冬劫柴的 这个喜庆的氛围 让人自身其中 都能感到心情舒畅 这就是宜宾的美丽的夜景了 金沙江两岸 沿着金沙江散步 看宜宾夜景 金沙江永州大桥 对面就是早上去看的 敏江跟金沙江交会的地方 然后现在夜晚了 有一艘写着五粮夜的游船 准备游览长江 还不少江边散步的居民啊 河江门广场 这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呀 我在长江边畔 散步四下无人 对面的白塔山公园呢 它的树木在灯光的 映射上仿佛是 起了山火一样 很特别的感觉 这里应该是长江什么公园 有一个巨大的红色建筑物 虽然我来宜宾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哈 但是不妨碍 它露出它还挺美的一面 它有江河的一个城市就是不一样 不仅是有一份灵气 而且它的一个城市风光更加的丰富多元 从宜居的角度来说的话 也更适合一点 这个公园叫长江天幕广场公园吧 还有很多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品牌 餐饮品牌也好 这个应该是宜宾最高的楼了 还在新建中 但不妨碍它已经 已经装上这个点缀城市的灯光了 作为城市灯光表演的一员 在江边有一个很有特技感的图书馆 看很现代化 长江起点 长江守城宜宾 金连巴蜀 事控殿前 怀佣金敏 总领长江 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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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中间有一排巨石凸出水面 金沙江永州大桥 灯光让整个一边市显得 现在是晚餐仅仅十点了 晚饭还没吃 点了一碗13块钱的贵州小黄牛米芡 黄牛 今天就一直在江边走啊走啊 午良夜酒文化博物馆 哇这里的这个酒香的浓度感觉达到了顶点 仿佛空气中都是酒的一个基因 进门就是一个金币辉煌的酒瓶子 明镇全球 在这个博物馆的里面有一个端话哈 我觉得挺好的 门山千里雪 荣为一川水 进入四川盆地 大鱼倒江 礼宾住宴 分区以利 灌溉行舟 至此 泽国便卧野 家木为茶 山麻为不薄 米麦为石 石有玉 泽量美酒 加量 这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代五菱叶的酒瓶 第二代第三代 第三代开始呢 使用的是透明玻璃瓶 沉香浓郁 较香优雅 入口 腼腆 醇和 入口 浸爽 丝滑 回味悠长 这里是低度酒系列 哇 各式各样的 五粮叶的一个酒瓶 红柚糖 风糖长酒 188800元一瓶 这个是 目前看来最贵的 199999元一瓶 五粮有很多浓乡的品牌 其中五粮春 五粮春 五粮特取 尖庄为代表 这个挺有意思啊 他详细的介绍了 酿酒的一个工程 比如说像智取啊 入酵 汤酿 然后到成年 成品酒库 第一代 五粮叶的酒瓶 很有这个古典的风格 1909年到1935年 第二代呢 就是有点像啤酒瓶了 浴室 把那个酒的一个感觉 首度采用玻璃瓶装 然后第三代延续了这个玻璃瓶 但是实际上是透明玻璃瓶 1959年到1965年 然后第四代呢 他就改变了他这个形状 改用这种古形瓶的一个形状 史称经典 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自此开始 到第五代的时候呢 也就是1989年到1998年 这十年间呢 又改回这样一种圆通瓶 但是第六代开始呢 又采用这种 精致多瓶瓶 首次采用这种 多瓶角的一个瓶装 然后第七代 它的一个 也是延续着多瓶瓶的一个 万里长江第一层宜兵 地处北纬30度 黄金量酒袋 被联俄国教科文及 梁龙组织定义为 地球同纬度上 最适合量造优质 纯正蒸六百酒的地区 是世界十大烈酒厂区之一 巴蜀新酿 有不少这些古人 曾到访过宜兵 写下了很多诗句啊 这里有掌管详细的介绍了 宜兵城 跟他的这个酒发展的一个历史严格 比如说这里是宋 然后呢 到前面的元朝 再到清朝 五粮业历史发展严格 在2022年的时候 五粮业的市值突破了万亿 就是成为中国 可能除了茅台以外 最富盛名的 或者是说最名声显赫的酒品牌了 五粮业的一个logo的变迁 在五粮业的一个大门进来呢 就能看到一个五粮业厂区直营店 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 看看这个 酒瓶里面还有一个玻璃龙啊 两万五千八百一瓶 这些就是送人为主的吧 一万两千八百 这里有一些这个 佛年轻人消费的一种 低价 低价位的 然后一百三多块钱一瓶的 甚至呢 有一个是二十五块钱一瓶的一个 我买了一瓶这个 市里面最便宜的一款二十五块钱 然后呢 它是浓香芹白酒 它的原料有水 高粮 大米 糯米 小麦 玉米 青梅酒 喝下这口以后 咱也是喝过五粮业的人了 它水果味也挺浓的 也有酒的一个味道 我眼前的呢 就是宜宾的一个很特殊的交通工具 叫制鬼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看到这里 这部影片的拍摄和剪辑都挺辛苦的 不知道你看上来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 请记得帮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下期见 很神奇哦 它很像地铁 但是呢 它又没有地铁那个轨道 都没有地铁 在这里 现在看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